大公報 國泰推英語啟航計劃 2015年7月18日教育 A 18 《大公報信》 實習記者黃榮君報導,國泰航空推出英語啟航計劃 近期舉行無以面試工作方以一對一的模式 協助十位保良局馬錦鳴夫人張福先中學的中陸學生 無以認證空莊服務員及顧客服務主任 參加無以面試班的張佩君同學表示 面試中學到做足事前準備的功課 如仔細搜集公司簡介和運作 以免被面試官問到口無言 參與活動前曾在網上查看過國泰的主業 初步知道他的一些簡單背景 但面試時,面試官民及國泰的主要顧客和航班 就令我不懂回答 湯瑩同學表示,最大的收穫是掌握履歷的寫作 在活動中明白到個人履歷和求職信 是建功的第一層挑選 所以一定要花時間描述清楚各事項的內容 組織好不同工種所需的寫作格式 時次面試活動令他更注意面試需改善的技巧 有助在稍後的大學面試發揮更好 國泰機倉服務員陳俊傑擔任面試官 他說時次活動有助同學更了解機倉服務員的工作 同學會問我空中服務員如何適應時差及膳食的康排 我會逐一解答 有同學好奇為何有難空笑 我亦會釐清他們的誤解 他稱同學不須太孝 是否持大學學歷才能入職航空業 基本上,同學持文憑資格以能符合學術要求 最要緊的是態度友善親切 多參與課外活動和喜歡與人溝通 他又提醒同學在面試時 以口語英文自然表達即可 不須太後勒而刺心的生志去突出語文能力 另一位國泰航空工程師劉雲稱 同學在面試時表現得很緊張 他們緊張得身體搖晃 讓面試觀看到會影響面試印象 他建議同學在加多趙其細L練習 提升自己說話的自信心 英語啟航計劃在2007年底推出 運用國泰成獨特的設施 並結合國泰來自世界各地員工的力量 為中學生提供鍛煉英語會話的機會